老公公叫 心靈的解放 仗和尚不得不信 仗和尚現在開始啦 我能不能理解為說 我們做所有的事情 其實回歸到我們自己的起心動面 這是一定要 但那只是接觸 那最後結果是怎麼樣 別人怎麼看我們 或許我們都可以遮遮掩掩掩 就過去或者是 我可以這麼理解嗎 這樣理解是一般性的理解 大概張老師都可以跟你講 所以我智慧不夠嘛 就要請河上多說一點 沒有不不不 剛剛那個話不代表我親視你的理解 我知道 那也不代表我親視你這個年紀上面 這個理解不夠深 千萬注意 我毫無這個想法 OK 我只是告訴你說 佛法不會這樣而已 佛法不是一般的張老師 他當然更進一步了 對 你想想看喔 當一個人說 好啦 全天下人都不理解我 那我就做我的吧 他身上是帶刺的 這個想法的時候 他很可能是 因為他等一下武裝自己 他才能做得下去 因為你們都不甩我了嘛 對 那我就去做了 我只是在意我自己的用心 我對我自己負責 這個 唐話節目都會這樣講 對 OK 那佛教說 這只是基礎而已 但沒那麼重要 你對自己負責 一點都不重要 對自己負責 一點都不重要 對 對 所以說你看 這就是佛教很特殊的地方 所以我們是在為誰負責 嗯 我在為一切眾生的苦難 念之在之而已 我沒有為誰負責 我們這樣想想好不好 媽媽生病了 對 你會邊推著媽媽找醫生的時候 然後跟宣告全天下 我在做女兒的責任 不會 對 不會 那是血濃於水 是 對吧 那是點滴之間 你的心情是像什麼 像 對 對 旁邊人笑你說 哎喲聖更半夜 推著你娘在三輪車上 在幹什麼 沒幹什麼 救我娘而已 嗯 你是不孝子 或者用什麼什麼話講你 都謝謝 都謝謝 他們在 要嘛在宵夜於你 要嘛就是 他們在懷疑你的 你的純正 沒有決心 決心太沉重 度眾生沒有決心 比如說這樣 我今天決心來跟你 我考慮了很久 我決心來跟你辦這場 對談 是 太沉重了 對 很自然 那種自然 所以才說 左之右處 遮遮掩掩 勉勉強強 我們去完成 然後呢 不會帶著淚 但只是帶著什麼 我還有不足 嗯 我對眾生的 這個 慈悲 我對自己的努力 我跟周邊 可以幫我忙的所有人 我都還那麼的不足 我呢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應該給人感覺帶著光芒 刺到別人 對 那件事情對別人是殘忍 而那是我做的 是 再來 可能有人會不相信 那是我有好心做的 有可能甚至會覺得 沒有 可能我只是愛表現而已 嗯 所以 我對眾生的 愛 慈悲 以及我對自己 無量節以來 跟眾生的關係 嗯 還沒有弄得很好 嗯 哦 好像又更深刻了 是的 那我樂意 我也必須 再努力 再調整 是的 所以它左肢右處 不是很合理了嗎 對 就變得非常合理 一點都不勉強 對不對 不是缺錢 對 是我本來那個 善緣不足啊 善緣是我該栽培的 嗯 對吧 那不準 所以謝謝 讓我知道我的不足 而且這個不足也 其實講謝謝已經 已經太過了 已經不需要了 幹嘛 忙著救父母親了 來不及謝謝 對 但是心裡頭呢 從來沒感覺被打擊 對 從來沒感覺被阻擋 也不會抱怨 是的 也沒有所謂的 我做我自己 我做隊友就好 沒有了 對不對 我好像懂了 對 那個懂是感覺是 我是發自內心 出自於善意 出自於一份 或許在佛教上面講究 就是一份慈悲一份愛 我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結果怎麼樣 反應給我的 或許 不這麼的足夠 或許某種程度上 我必須要再來回顧一下 我什麼地方還可以做得更好 對 差不多了 有一點這種感覺 這樣子如果又比剛剛的話 又進一步 對 還有後面一層 那後面一層的話就是 是 這裡頭都已經沒有了 成與拜 得與失 或者順與膩 一切該來的 那我們都 偶爾還是會哭喔 是 會落淚喔 但那一定一件都不重要 是 落淚完了之後 也不在乎自己落淚 也不在乎自己有什麼受傷 完全都不整 不是那個不在乎 不是為了不在乎而不在乎 是 是根本就不著念這件事情了 怎麼說呢 正在 正在救著母親 或正在為著一切 我那親愛的至親之人 做一切努力的時候 旁邊有蚊子叮 你還會在乎嗎 沒有在乎 對吧 但是你還是會一件事情 會做得好 說我能力還不足 對 我的福報還不夠 對 我的 比如說感染力還有欠缺 那麼 好自卑啊 好難過啊 不是 好感謝啊 也不是 淡淡的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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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太多的疏空咄咄 根本就沒有 不是太多 沒有疏空咄咄咄咄 疏空咄咄咄 都是什麼感覺 好 我下次再努力 我一定會再努力的 謝謝你們 只叫我了 沒有 沒有這些 就超過了 所以是一種淡淡的理解 然後呢 當然也會有淡淡的感謝 是 做得好或不好 淡淡的安慰 如果有檢討 好 歡喜的聽到 也不會尷尬 那麼聽到之後放在心裡 你會知道他說那個缺點 其實我做不來 是不是沒辦法 但是我知道 那時候因緣更具足會更OK 譬如說這個意思 一切都在平淡不得思當中 你那光濁濁的對眾生的念 我不好說慈悲你知道嗎 慈悲好像我能施予誰什麼 沒有了 我對於我的母親沒有施予她什麼 對吧 做我本分的事 那是說好 念之在之的 讓自己更能夠為眾生做點什麼 每一天每一夜都是 哪怕是聽歌 哪怕去上廁所 哪怕跟人家吵架 不得已 哪怕起點貪心 後來真的是因為貪心生氣了 根本給人家說那是惡人 我也被講成惡人 我都在做一件事 念之在之的 不忘記眾生的苦 念之在之的 成就自己能夠更加為眾生做點什麼 但是沒有想要成佛 不是不屑於成佛 是根本來不及也從來不會想到 不 不是不是你想 是根本不會想到 不會想到 來我問你 再講媽媽 當然你跟媽媽的關係怎麼樣我不知道 我們就模擬一下 是 媽媽 你的病好了嗎 我因為這樣照顧你 我才能成就完人 你會這樣講嗎 不會 不會 對 完成媽媽 就完成媽媽 沒有目的 對 但是我們必須具足我們自己的能力 是 所以我們一直很謙卑的 謙卑的學習 改進更好 是 但是不會用只有幾個字 嗯嗯嗯 因為這幾個字太烈了 太烈了 太烈了 那和尚會用什麼樣的文字 淡淡的知道 淡淡的知道 念之在之的去做 而不找痕跡 嗯嗯嗯 就如水流這樣流過 是 懂 哇今天真的是收穫非常多耶 非常感謝和尚就是 嗯嗯 這一段對談 的智慧 因為我覺得 它有點有錢在入生 那那個生呢 需要我們 生命去經歷 再去更深刻的體會 很好 對對對 是這樣 那雖然我講那個話的意思 並不帶有這個意思 但是你 這個就是結論 嗯 這樣就夠了 對 這樣就夠了 好了解 很好我覺得年輕人 你這樣年紀 願意談這個話題 嗯 而且很快的 你聽得懂 至少 會感覺有 有 有 有映射到 你內心裡頭的 嗯 那種 嗯 心靈 這樣就夠了 太好了 所以我覺得 今天這一集真的是 非常多的智慧跟金句 那就是真的是需要 各位觀眾還有年輕人呢 好好的訂閱 跟分享 金句要好好回去再重聽一下 對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和尚 對 真的謝謝和尚 謝謝 小鈴鐺響 注意啊 按讚分享訂閱 然後你這個小鈴鐺要響 idée 那你這個小鈴鐺要響起來 divcker 辦公 blanket 感谢观看